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种必须嘛 如今连讨论不带头金这件事情也成为了一个问题 雪兰娥伊斯兰宗教局就重视了 他们现在正在调查最近的一项揭开的选择 专输的推介礼间论坛 不过该局是不愿透露更多的详情 因为这一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这项推介礼是在上个星期六举行 而论坛的题目是马来女性和去头金 当天也是社运分子玛丽安推介她的新书 揭开的选择 分享她摘掉头金脱下头金的一些经历 在保守的马来社会里面 头金成为了女穆斯林的身份象征 如果不带头金的话 那么她将会面对很大的周边 包括家庭的压力 被视为你不够意识来 你不够虔诚 那么会质疑你对宗教的信仰度 那么如今公开讨论不带头金 难免会成为一些保守穆斯林 会令到他们不高兴 那么认为这一些人在挑战穆斯林的权威 挑战伊斯兰的权威 挑战宗教局的权威 那除了马利安之外 论坛上还有两名讲者 分别就是律师戴安 还有编辑记者莫哈尼 他们就促请公众以及政府 以理性思辨还有沟通对话的方式 来看待 就是掀开这一个头金的课题 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惊动了掌管宗教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姆加西 他就发出了这个文告 就指出严重看待上诉的这一个推介里 还有论坛 并且相信雪州的宗教局会展开公平 还有妥善的调查 在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 宗教事务是属于州政府的权限 那么现在雪州宗教局已经展开调查 但是联邦政府也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 经历了改朝换代 可是宗教局的基本上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思想模式 思考模式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以前敏感的课题 来到现在换了政府之后 依然是变得敏感 不会说有太大的改变 当然我们希望换政府之后 能够撑开更大的言论空间 让更多议题可以在理性 在知识性 以及在健康的氛围之下进行讨论 看来这个难关其实不容易过 另外三名的演讲者 今天也有发表了联合的文告 就谴责宗教局的调查 是对于社运分子 还有活动主办者的一种骚扰 还有就是这一个恐吓 就妨碍了公共领域的知性讨论 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当局的调查 不过也强调这项活动 并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那么宗教局针对这个事情展开调查 会不会是小题大众的一个文号 有这个必要吗 真的有它的这个迫切性吗 那么我就觉得说 宗教局其实还有更多更重大的议题 值得他们去关注 值得他们花时间 花精神去关注 以及去提升 比如说如何提高穆斯林的这个竞争力 让他们摆脱贫穷 或者是如何珍惜大马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这一个特色 这来的更重要 以及它的格局会更高 而不是进行这些看起来没有太大迫切性 以及没有太大必须要进行的这种调查工作 这个调查工作呢 就有如刚才有提到的 就如恐吓 或者是制造摆设恐怖 为一些女性 让一些为女性议题 发言的女性分子呢 感到恐惧 那今天呢 戴头金的人权律师呢 拉蒂花呢 也批评了宗教局的做法 他认为呢 伊斯兰呢 是不强迫人 也反对呢 强迫他人呢 佩戴头金 他其实呢 并不同意呢 就是强迫女穆斯林呢 这么做 他说只因为那个人不戴头金 他就会下地狱嘛 他就会变这一个叛教者嘛 他说拜托啦 这是一个呢 极端的思想 目前呢 我们暂时还不晓得说 宗教局是基于什么理由 以及基于什么法令 引述什么条文 来进行调查 但是他的影响层面呢 则远远超越了宗教的这个面向 因为这种出线条的方式 高压的方式呢 将会限制公民社会 针对宗教课题 进行理性 知识性的良性讨论 那么同时呢 也会让日后 更少人愿意踏出一步 往前踏出一步 去讨论这些课题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将会让社会继续维持在原本的一个状态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你一提出不同的观点的话呢 你可能就会面对调查 或者是面对对付 那么现在大家都会变得更静静 面对一些课题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晓得说该不该谈 那么这种氛围呢 其实对整体的新马来西亚的发展来讲说 不是一个好事 那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就关注一下 之前呢 我们也提到了很多 关于这一个柔佛患大成的风波嘛 那现在另外一个议题呢 马上就受到关注了 就是柔佛的行政议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